大家好,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將RTC模組與LCD模組搭配連結Arduino做有趣的應用 不過,什麼是RTC呢? RTC是Real-Time Clock的戳血,指的是負責記錄時間的電子零件 其實大家的電腦內都有這個元件 RTC可以跟時鐘一樣輸出實際的時間 並且在主電源斷電後仍可以繼續精準的計時 而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RTC模組與LCD模組連結Arduino的應用教學 還不知道LCD模組如何運用的朋友們可以參考我們之前的教學影片喔 我們需要準備的材料有 Arduino開發版一個 麵包版一個 RTC模組一個 LCD模組一個 杜方線8條 準備好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操作啦 首先我們先將RTC模組和LCD模組與Arduino做基本的創接 VCC對應VCC GND對應GND SDA對應A4 SCL對應A5 組裝好後就可以開始軟體的操作 大家先去網路上下載 LCD模組的韓式庫 接著到MegPro官網下載RTC模組的韓式庫 將韓式庫揮入程式中 一開始 LCD面板先進行閃爍 接著設定文字顯示的位置 然後讀取RTC模組的數值 並顯示於LCD螢幕中 以上就是基本程式的運作流程 相信到這裡 大家都完成LCD模組的時間顯示吧 如果有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詢問我們 希望這次的教學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下次見